討厭的東西 討厭的東西 不是,很好的東西 現在齁 你裝到你的機器區 你們可以注意一下,一個蠻有趣的 第一個就在通知列上面齁 其實我們不會給你 通知列在這邊 通知列這邊齁 我們沒事不會把你放一個盾牌在上面 為什麼咧? 很多人只要放一個盾牌在上面 就知道你的手機是有防護的 我們只有在真的有事情要通知你的時候 掃描到惡意城市啦 或是做了什麼欄截啦 或是說他需要你更新啦 或是日期不夠,他才會跳出來 他平常時候是隱藏起來的 那像我們這邊當然是把它拉到第一頁 其實你如果裝了安全軟體的話,我們不建議這樣做 不需要 因為你平常不太會操作安全軟體的 你可以藏起來 人家就不知道你有裝這樣 所以在很快的時間裡面 很快的時間裡面去 當時候手機不見 你可以馬上就把它鎖定起來 好,我們是為了操作方便才這樣做 裝進來後,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這樣 防盜、防護術軟體 每一樣東西都非常直覺 你如果要進入防盜的時候 你要做防盜設定的時候 你還要輸入一下你的密碼才能進去 不然每個人都繼續把你的密碼改掉 這就沒什麼好 他就可以去選擇說 哪幾項東西要用 定位啦,鎖定啦,清除啦 甚至說你十次服以後 你就把它那個 那個 資料清除掉這樣 好,防護術軟體裡面也很簡單 裡面就是有幾個功能 我可以做Schedule Escape 擺定掃描 我可以做Arts Demand Scan 我還可以在下載的時候 立即掃描 主要是三種掃描這樣 然後接下來我可以選擇 我今天如果SD卡 參與裝新的APK 我可以把它勾卷起來 勾卷起來他就會去掃SD卡 那我們的掃描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把它整個整個掃描 手機裡面大概只在2MB左右 現在很多人怕裝了這種盤子 手機一下就耗電,耗光 那效能方面我們有控制 效能方面我們可以做最好 好,這樣可以去掃描 沒有,我們本來有放些假的 這樣 那其實齁,以DEMO來講 也沒什麼特別好DEMO 就是幾十塊功能 摸摸一下就好了 然後可能說通話這邊 通話這邊我們在顯示一下 按下新增 它就說你可以從幾個來源 去把那些東西加入你的那個 那個 加入你的那個 軟結清單裡面 聯絡人 動畫紀錄、SMS紀錄 多自己輸入號碼 所以我們這個是非常非常適合 手機用的東西 特別是他用簡訊去發送鎖定指令 清除指令跟 跟那個定位指令 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最適合 最適合這種行動裝飾用法的 一個一個 一個設計這樣 好,謝謝